针对朗妈妈和朗冬哲的饮食差异 既要符合妈妈的健康理念 以及儿子饮食多样化的诉求 我决定要做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汉堡包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做我们的健康汉堡包餐啦 黄瓜切片了 切得稍微较透明一些 球形生菜切成丝了 新鲜的番茄 稍微薄一点 番茄汁的味道可以多一点流出来 对的 切了点洋葱 而且洋葱呢防碍抗碍 对吧 新鲜的蘑菇 酱油放一点点 橄榄油 放一颗鸡蛋在里边 给你一个建议啊 换成我 我要先把鸡蛋打到那个容器里 完全没有问题 它是作为一个凝结寄存在这里边的 不是 我是讲卫生 讲卫生 这个鸡蛋当中 蛋壳会沾染很多 动物的这种肠道的一些细菌 好的 我们两个人做 没事你做吧 别再浪费手套了 减少环境污染 好 我会放一点点海盐 海盐去栓吗 应该不是吧 也就是 利花嫩嘛 利花嫩嘛 不是 妈 就是你这样讲了以后 人家烹饪兴趣没有了 不会了 还有黑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去腥增香 抓一点油 预热180度 然后烤12分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面包先处理一下啊 妈妈来切一个 没事 你切吧 我的手我怕刚刚碰来碰去 不干净 好的 哇 我们跟你在一起压力好大 以后谁做你媳妇 压力不要太大哦 媳妇不跟我出一起 我三句不离本 好 不是